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這個星期的 男女行銷學 不聽就很糟糕 很糟糕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Sam 我是Michelle 我是Jojo 還有我們今天的特別嘉賓 登登登登 十三哥 很漂亮 沒有人叫老闆 剛剛過生日 三學兩功 Happy Birthday 我們要遲這個帳 為什麼今天會邀請十三哥來出席我們的節目呢 因為十三哥本身是這位搭山達人 不要這麼說 醜的怕醜出來怎麼見人 中環與中港台 搭山學問來說 差一個大馬更久 差一個大馬 差一個大馬 我也是在大馬幾年時間 有機會可以交給你 因為事源很多網友 很多時候都經常在我們Facebook的群組上 就問如果我遇到一些異性 同性也好 好陷眼圓的 三五識七的 應該怎樣去搭散 怎樣去撩起的話題 怎樣去結識他 從而可以發展一個朋友的關係 我們聊一聊 原來十三哥是非常擅長這方面的 這樣就很棒了 我邀請他上來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我們 時間就交給十三個 我們完結 工作很棒 我們可以吃咪了 麻煩你了 好 今天說一下 其實你是想知道男去女 還是女去男的 那你問我們兩個 當然是想知道 不過最好說完兩邊 當然是說完兩邊 先說女先 你看你一個這麼心急的樣子 心急人想 你的手揉起來 揉起來 揉起來 沒有辦法 其實很簡單 香港 不如這樣說 香港的案子來說 其實我沒有的 香港的案子來說 比較容易得出一個問題 女生搭三個是一個心理關口 心魔 心理關口是甚麼呢 一樣就說 哎呀 我做了事情的話 對方不受我 我豈不是很軟 我讓人知道我喜歡他先 先是很重要的 那我豈不是很便宜 這個很重要 很便宜 這個我常常問我的客人 我都忘了說 其實我也是一個占卜師來的 所以如果我經常性都是 會遇到這些客人的 你做了我豈不是很便宜 這些很多時候聽 嗯 其實很簡單 一件事就是 其實 重要一點的 男人 大部分男人 如果真的都有的話 都很便宜 你可以不用要 基本是不會想女生便宜 嗯 很簡單 譬如 Michelle 或者 Jujo 嗯 突然可能今晚做完訪問 喂 23哥我想用你吃飯 我沒有問題的 我不會覺得你便宜 無論任何目的都好 我不會覺得你便宜 很多時候女生自己認住 是的 即我們經常認住 男生會覺得我們有什麼負面的觀感 如果我主動約你的話 是的 就會可能說一句 就說 當然了 發孝吧 應該不要拍拖 等等等等 女生會想這件事 女生會想男人會這樣想他 嗯 其實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 嗯 就算他拒絕你 其實也未必有負面的感覺 是的 女生是很怕被人拒絕的 是的 問題你要明白一件事 男人是經過不斷的吃檸檬中長大 是 男人最大的維他命絲來源是檸檬 是女一比的 哈哈 好笑啊 這個 你以為我很愛吃檸檬嗎 你以為我胃酸度很好嗎 胃酸度流 難怪男人的胃通常都不太好 很多胃酸度流 很多胃酸度 很多胃酸 很大的 我已經足以明白到 你們會明白到 男人的苦處就是男人 男人吃檸檬是什麼 OK 你明白了 在香港有什麼意思呢 是這樣的 外國沒有的 例如我建設局的台灣 大麻 至少這兩個是兩個基本基地 我的基本的國外基地 你外國勢力的勾結 是的 也不會太大問題 都沒有這件事 甚至做得給香港的女生好奇 香港 我怎樣教她的女生呢 就是 你唯有做一些事情 是令到你自己進可攻退可守 嗯 例如什麼呢 我的女生呢 周杜藍呢 我會做些東西給你吃 假設是一個場景 我的公司啊 我不從事 我做些東西給你吃 接著男生會呢 就會串一句 想追我嗎 女孩子很害怕這句話的 你想追我嗎 要明白一件事 其實不用怕這句話 這句話 這句話是男人實在 口爽爽地說的 他未必真的覺得你在追他 但是女生就很認識這件事 就覺得 是死要知道我 在追他 怎麼也死都很害怕 接著就不出聲 這些樣子 女生會認識 好像漫畫 或者卡通片 全部都暗了 突然有個射燈殘 只是射著女生 啊啊啊 那種呢 會想著這件事 其實你不用怕 其實你只要說 做一件事 就是你縮得到 就可以了 煮東西縮得到 你以為我只要做給你嗎 我還要做給其他人 搞定了 這件事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其實你想想 失機無神 你不會煮東西給人吃 你煮東西給客人 一定是多了一點點 不要多了多少 一定是有 兩毫之好 那怎麼會有呢 我才會煮東西給他吃 我認識 我和仇家 我煮東西給他吃 除非我下毒 是吧 沒有可能 一定是有 不用聰明的 一定有 一次是這樣 兩次就能夠抓到 不過這次 現在講的 好像都基本上 懂得給對方 沒有問題的 一定是 不是那些 我真的完全不認識她 三不認識她 三不認識她 一個完全不認識的對象 完全不認識對象 OK 原來是90 現在開始正式入定 到底是怎麼踏散的 是 有位女網友 米字頭那個 經常問 在街上看到那些帥哥 是挺吸引的 應該怎樣去結識他們 不是你 放心 是你的朋友 我照顧那個 是你的朋友 是 那怎麼辦呢 他經常要承認 如果我三不認識 就去問他 如果 如果不行的話 那些旁人 會怎麼看我 他問了這問題 七筆下 都不知道三四十次 這樣 我們要怎麼 首先要否釋這個問題 剛才說了 心魔 他們覺得 別人會怎麼看我 這個想法 是怎麼來的呢 別人會怎麼看我 因為其實 這個反而是一個 都說一下 一個是 很嚇人 被人看到自己面來的事 可能問一下 如果被人說中 你心裡的那句 其實等同被人脫光 看的 是 他會很擔心 很擔心 你真不知道我這樣 透過一段 怕了 就不敢再說 怕自己揭穿的衣服更加多 更加被人看得多 所以是怕的 其實不需要太怕 根本別人沒有這樣做 其實你說中了又如何 甚至我建議一樣的 更加積極的進取 譬如我和 男人覺得不是這樣 反而是和你的距離是減低了 嗯 因為開頭你覺得 其實你這句是沒有 那個距離是未知的 一個問號 一說這句其實大家 其實是拉近了 嗯 已經比較 他比較是 逐漸向中的目標去進一步 亦都拉到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拉到一個 踏散的機會出來 還有呢 因為事實上呢 絕大部份的 亞洲男士 尤其是我像香港男士 OK 他這一生人呢 大部份呢 除非好走出來 是古天樂 吳燕祖那些款 他一生人有幾可有的女生 他主動買結識他 我告訴你他那個興奮 他的開心程度 是足夠他高興幾年了 他凸鬼閒想著你很便宜 他講到孫果袋都還在講 告訴你 對呀 現在又什麼什麼 對呀 很多的真的 你要明白 男人多了一宗說話 你女人聽不到 那個時候 哎呀 誰在追我 追什麼呢 對呀 那次他找我和我 說想要我吃飯 還不是追我 是講這些百合話的 男人很多講這些話的 你不要以為 男人不是男人 是男人百合話 其實是 哈哈哈哈 你講不到 男人是好man的 百合話 那時候是 但是有時候 女生就是最怕男人這樣做 就是 這個你避免不了 是 但是 你要明白一件事 男人還好的一件事 就是講還講 出到你 如果一大群男人 見到你在這裏 我知道你們兩個有什麼關係 就是你知道你在追溯的問題 不會講出來 你在追溯的 又不會這樣講的 很少會這樣 除非很沒份 但基本上不會 然後他轉到紅男人 嘻嘻嘻嘻 嘻嘻嘻 會笑的 多過是笑的 女生 男人反而會保持這個風度 就OK的 沒有問題 有些情況之下 我們叫做借力打力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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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們小時候讀書也好 或者剛出來做人 通常整班朋友 整班朋友 整班朋友 不是那麼成熟的 有時候會猜拳某個女生 對男生很感 整班出來唱卡 或者吃飯的人 突然間會有其中一兩個男生 是很不懂做的 會突然說一句 阿嫂 其實這個情況之下 一個女生可以借力打力 怎麼說借力打力 當然 如果你黑臉 就是扣婚 如果你 是呀我是呀 那又死了 OK 可以借力打力 譬如這個男生是你的心儀 你就中了一醉 死了 你說了什麼 這樣 一些跳皮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說 一笑就遮三醜 以前有個說話叫一白遮三醜 人際關係裡面相處的一招 叫一笑就遮三醜 有時候你搞笑搞笑 就很容易把尷尬的情況 尷尬的場景帶過了 反而對方記得的就是什麼 記得挺有趣的 挺好笑的 挺輕鬆的 因為如果你很凝重 很凝重 無論你也好 或者對方也好 很沉重 你也好 對方也好求婚的 OK 你看這件事太大了 尤其是現在的世代 你喜歡他 他喜歡你什麼奇 你要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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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可能會想過自己這麼大包覆 可能女生真的被傳統思想包覆著女生不能這麼主動 可能給別人的抱歉 女生又很怕被朋友唱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看到你喜歡他的人都不是男生的朋友 是女生的朋友或者其他的女性 女性是很敏感的 他們就會唱你 唱你那些不是朋友 唱你那些不是朋友 不是朋友 但他還可以繼續唱你 那些不用你 你控制不了他 你控制到自己 我們之前也有討論過 在網上 如果你真的在街上見到一個男生 挺好的 又挺吸引 當然你不可以一過去就 喂 是不是交 這樣又很兇 我們經常說 人做任何事情之前 無論你是買一件衣服 或者你認識一個女朋友 認識一個男朋友 或者你吃一碟飯 或者你去出席一次 出席一次的活動之前 人去做一件事之前 是需要一個藉口的 永遠都是 OK 甚至乎你侵略一個國家 你也需要一個藉口 OK 那你去結識一個異性 那有什麼藉口是比較好用的呢 十三哥 結識的異性 我給一個例子 在街上 街上比較容易 可能你們比較容易 香港是困難的 其實真的 我覺得是困難的 因為香港的女生 心腦間口 剛才我講的心腦間口 第二 你怎麼突破 我覺得好像雙方都困難的 就是困難 不想認識女 都困難了 因為很多時候 教育問題 弄得不要亂認識別人 上網認識別人 也會被人罵的 你想想鄉超俱樂部 經常罵 上網認識別人 很危險 神經病 神經病 我上網認識別人 還認識別人 其實正式見她 我今天第一天才正式見她 就是我 在網上聊天 聊了幾年 幾年 我根本才才會見她 很危險 神經病很危險 你不會殺生給我 你放心 我再說 其實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能是 我說說我的個案 我是被人搭散的個案 也幾年前有個女生 很聰明 一看我一些很主要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那天為什麼我在地鐵上 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拿副頭牌出來 她一直在做事 又在做事 因為打電話一直在開牌 是 有些很緊急的要開 那女生 是喝大兩杯的 因為剛剛看完球 看完球 朝早上來 喝紅酒 有種手氣 她很勇氣 她很勇氣 是套路牌來的 咦 美女 先回答兩句 OK 怎麼說 可不可以繼續玩 OK 好像有話題 怎樣 我說你想怎樣 我說 不過現在好玩 可不可以留個聯絡一下 之後再說 我給你 然後再談 其實那個搭車過程 都是三四個字 不斷在談 其實搞定這件事 根本不是泰國 但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什麼 有個恐怖 有一些事情 你看他有什麼特徵 身上有什麼特徵 例如他看到我在做事 他就看那個特徵 講那個特徵 第二 看對方的尷尬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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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先生 你應該好像很久沒有喝水 你撒留一身體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怎麼知道 然後說 你應該很久沒有去廁所 為什麼 因為你很久沒有發現到 你才沒有拉拉鍊 打開話題 但是那個人 是可以說這些嗎 當然 要看在街上 哪個環境 剛才我說 可能在酒吧 在南瓜峰也可以 立即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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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尼會傻笑 藍尼會 是嗎 然後開得到 不是很大 或者看他 先生 你背部貼了一些東西 先生 你掉了一些東西 或者是 可能身邊的東西很多 例如 手袋開了 藍包打開了 這些很容易找 這些其實 甚至是 自己把那些東西丟掉出來 先生不是做什麼嗎 哈哈 假的 是不是 或者是 有人 聰明的 有些主動一點的 先生 我想有些問題 但是很情深 會不會問他 那我借了一張紙巾給你 當然 這些是比較難貴方式的做法 街頭做法 剛才我說的 街頭做法是可以的 街頭做法 搞你輕鬆一點 掉了東西 扭了東西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香港是難開話題的 你不跟外國 外國很多 譬如說 那套什麼呢 那套叫做情長處 絕囚王 嗯 大家可以留下 他教那些男生女生搭散 就是說 在博物館 香港有幾個博物館 看下一條我印象復明話 有什麼解釋 突然走出來 我又怎樣解釋復明話 然後大家又聊得完 一起喝杯咖啡 沒有這些場景去做 你看見美劇很多 我們很少這些情境可以利用 但有時候你發覺 很有趣 你表現得越大方 其實尷尬程度是越低的 是尷尬不尷尬 你自己怎樣操縱 因為你表現得很尷尬 很難為情 這件事的調子 就變成難為情 如果你越大方 你越輕鬆 那氣氛的調子 就變得越來越輕鬆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 如果聽歌 最近陳奕迅是教演唱會 聽一次演唱會多少錢 一張票而已 多少錢 幾塊錢 幾塊錢 是不是 如果你聽陳奕迅 可以免費的 上網聽也可以 聽YouTube也可以 下載也可以 那為什麼你要給幾塊錢 兩個字 氣氛 氣氛是什麼呢 氣氛是互相影響的 你影響對方 之前對方正在影響你 其實如果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也在說氣氛 就算是多至幾萬人的場館 少至兩個人的相處 都是在說氣氛 那你的氣氛大方輕鬆的 就影響到對方的氣氛 也大方輕鬆 譬如有時候我自己做銷售 也是一樣 有時候對方接到你的電話 說很緊張的 給你一些疑問 這些我聽過了 是嗎 聽過了 你笑著這樣說 是嗎 你聽過了 你感染到對方 氣氛到人 是感染人的 這件事 對 所以其實你說 你根本是 你不要想到那件事 這麼嚴重 這麼複雜 嚴重 因為其實女生想到 我要怎樣在腦裡 儲定 怎樣籌備 怎樣送 怎樣過去 怎樣賣 男生說 先生可否借紙巾出事 你不用想 借紙巾 就是紙巾 借紙巾 不是借子孫巾 這句言重很多 好 借紙巾 就是借紙巾 就是借紙巾 好 你就不要想 說 借紙巾之後 會得來什麼反應 你不要想這件事 你不用想的 真的不用想的 如果他真的 就算了 這種人你都不用了 你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浪費時間 阻礙大家品嘗 走 其實你如果免除這個尷尬 這個自己找來的尷尬 是沒有問題的 但剛才好像說 譬如 先生跌了東西 那些之如此 但其實他收拾完東西 就可以走了 是 那怎樣延續下去 我們沒有其他東西 可以再說 是的 問題是 你說有用的 我們經常會說 你要做一個好人 回到頭 其實 夾散 是做一個好人 什麼叫做好人 你起碼會做 你不要說什麼 那個是男 女人 跌了東西你也跟他說 你跌了東西 其實你用那個心態就行了 先用那個心態 其實你不會變得這麼兇 這個很重要的 他跌了東西你用他去撿 很正常的 你男女也很重要 其實這一點是法治內心 讓人看到你沒有一個 很大的意用 你想勾仔 基本上對方可能會對… 當然 這個事情功夫 你要怎麼做 你有沒有穿到黑衣 你頭怎麼穿 你衣服怎麼穿 你樣子怎麼穿 當然 整結而用 很方便 你有沒有做 你是怎麼開的話題 對的 其實難的 可能你要再想辦法 再怎麼拼下去 其實是難的 這個會困難些的 譬如如果舉個例子 在地鐵場景裡面 譬如之前我們也說過 你看到對方有什麼特徵 例如在看什麼書 譬如他帶著什麼手鏈 先生你在看 不好意思 我想問問你 先生你在看那本是什麼書 原來是什麼什麼 如何投資 之類 因為我之前我也想買 但我開了那間書局 就沒有貨 其實你在哪裡買價 多聊 不好意思 我就是下車了 或者我怎麼聯絡你 拿了聯絡 他給不給 不要緊 你沒有損失 我見過一間公司 他賣某些營養食品 賣減肥的食品 他很長年的策略 就是怎樣 我心口有個牌 你叫什麼馬上減肥問 馬上減肥問我 我們不是討論那些產品 可以不可以 或者他公司的理念 我們不是討論這些 不過這個是成功行銷策略 他是製造過一個特徵 被人去問的 反過來你也可以去問別人的特徵 當然你不是傻到 先生你的假法很假 你不是問這些 有些對女士對男士都可以 我看到你的手鏈很漂亮 我上車不是在哪裡買的 因為我接下來 我也想送一條手鏈 給我妹妹做生日禮物 這些是不是很中性 很大方得體的說法 我怎麼聯絡你 你好我叫Sam 怎麼稱呼你 有些場景 譬如地鐵可以這樣做 譬如有些派對 派對很多 派對更容易 派對更容易 首先氣氛輕鬆 通常很多派對是怎樣 是朋友過朋友來的 未必直接認識他 不過可能是朋友過朋友來的 那些可以怎麼打開話題 那些更容易 因為如果這樣 更加借那個朋友說話 你認識了他 你是Sam哥是誰 你這裡開場 我認識了Sam哥很多年了 不過現在Sam哥一起見他 開了話題 你怎麼認識他 然後這段時間 已經開了一個話題 了解間接地了解對方的行為 思想 禮儀 其實是知道的 不是太過難 講講一下 然後已經可以進一步 你本來這麼好 當然就喝醉了 當然不用太多人 不用太多人 可以再轉個圈 或者突然扮有電話 走去講電話 是只有幾招 原何呢 為什麼呢 剛剛Sam哥講一個例子 在地鐵的例子 講一個很重要的一項 我趕時間 可不可以給電話 這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我趕時間這四個字呢 代表就是 你不是不斷摸著人 你想要他離身走 然後就因為借著徐欣州 而拿那一項 而我以下中斷來好 搭散不是磨爛隻 分清楚搭散不是磨爛隻 譬如我 對阿祖祖很興趣 我不斷跟你講半個小時 你只會覺得我煩 是 small talk 那樣 我覺得你煩 你經常問我這麼多事情 為什麼呢 一茶家宅 不會讓你這樣問的 所以其實要在一個位置 要很停 停是給自己一個藉口 然後給對方一個呼吸 說一下要停差不多 好像要計算時間 就走了 不要不斷地說 因為對方很難中止你的話題 我不知道怎麼停你 除非你趕著走 但是他說不好意思 我下次再說 接著他又走 你不用想錯了 不如你自己自然了斷了 其實最靚停的位置在什麼時候呢 我發覺就是談得最開心的人 因為 因為你有一個溫度有一個上落 由零 可能你剛開始聊過 是零的 剛剛一邊聊聊聊 有些人 就像我們所說的 一邊磨 磨爛隻 磨到天花地露 磨都沒有 硬勁找些東西說 雙方的情緒氣氛一邊上 一邊上 一邊那個箭嘴下來了 去到那裡都還未能停 人家一 之後想起你 就想起你 最後那一刻的悶樣而已 但是你經過最開心的事情 不好意思 我要先走了 不好意思 那邊我有朋友 我要跟他打招呼 在最開心的那個位置停 人家之後想起你 就想起最開心 最後那一刻的氣氛 所以我剛才說回那個個案子 因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證明你還有市場 這是第一 第二 證明你 只是為搭散 而不是這麼有攻擊性 我覺得我真的說 我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我還有其他人都可以的 起碼你這個 至少先拿了一個接觸 搞定 這件事就可以了 搭散在這裡停 在這裡停 收得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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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贏要縮 輸也要縮 都是在這個位置去縮 在最漂亮的位置去縮 就不要在這裡忙忙忙 糟糕 我見很多人 男也好女也好 都覺得對他煩 其實你想想雙方關係 最討厭對方是什麼 是煩而已 煩而已 煩而已 你這樣打電話 煩我幹什麼 煩而已 你剛才跟我說 煩而已 你看到漫畫 通常是 譬如很多集數的漫畫 什麼時候收的 就是最高潮的時候收的 究竟黃小虎死不死得 文豪 究竟巨人會不會吃殺那些人 在那裡收的 OK 究竟小甜甜 小甜甜 會不會被安德魯彈塔打死 在那裡收的 OK 下一集再交代 你下一集 為什麼會想買 什麼時候出發呢 一直在巡遊寶攤 為什麼這麼久還沒出發呢 是不是脫期等等 因為上一集的高潮 帶到你最想知道的事情 如果你在最開心的位置 那個搭散完結就收了 OK 別人就想繼續跟你接觸 如果你磨到爛隻 磨到天荒地老 別人就記得你最悶那一刻 明白嗎 OK 十三哥 你經常在不同的地方 台灣也好 最經典的印象是怎樣的 哇 其實很多 我要找一個經典 經典就不算很經典 其實我覺得 他們是高手的 他們是高手的 其實大不大膽的問題 譬如說 大馬台灣香港都試過 我試過被垃圾 我 然後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尷尬程度 香港是搞得很尷尬的 是 你擺在那裡 我都知道你想怎樣 我都 那 有些不是老老實實說 反而是 你很大看 這樣就沒事了 我在想想 也不會直接跟他講 說過台灣 台灣有個個案子很有趣的 是 嗯 我在 Baby18那裡 進去玩 即是一間公司來的 一間 摸了Disco 那我門口 因為一定 台灣一定要拿個護照 或者身分證 那我拿個護照 拿著護照 拿著 看到一些人 咦 咦 香港人 嗯 有女生過來 都穿得OK 漂亮的 你是香港人嗎 哈哈 我是呀 我是有客 嗯 接著就開始說 接著就說 說說說說 你來多少天 什麼什麼什麼 接著就進去牆壁 然後繼續玩 嗯 其實一句就行了 一句就中了你 是呀 你用什麼煩呢 其實你很大方的說 其實之後 都有關聯繫是少的 但是 起碼就說 我不會討厭那個人 嗯 其實搭散 就是講到最後那一刻 說想拍拖 想和這個人拍拖 嗯 至少一件事 你不要去黑人 就是你令到對方 留有印象 還有一個機會 嗯 這個很重要的 搞到最後是最肉酸 其實我覺得我對鏡頭很好的 嗯 是不對的嘛 那沒有壞的 這件事沒有壞的 你多個朋友是沒有壞的嘛 是吧 沒有問題的 是不行的 只是那一刻 不一定是 搭散不一定是可以的 你只能有一個 找了很多個搭散 找一個可以的而已 就是可以 我怎麼拍拖 可以的才是拍拖 但是你起碼都要有一個搭散技巧去找到 OK 延續下去 延續下去嘛 譬如有些東西可以問對方多一點的 即我們都知道一本書叫什麼 叫做 How to Win Friends at Infants People 中文名叫什麼 叫人性的弱點 大家可以看這本 呼嚕骨的 對 發色底呼嚕骨 這本是人際關係的聖經 那裏面有很多很好的建議 那裏面其實 有很多人看這本書 就得到我要讚賞別人 這個是對的 OK 但是呢 反而我最得到的那句就是什麼呢 即是如果你要對 去增加的人際關係 就是你要真誠地對別人產生興趣 例如有些東西你可以問人 譬如剛才所說 OK 有些人你見他穿得很運動 你可以跟他聊 你是不是經常去做運動 OK 那些人你見他穿得不是很sporty的 很斯文的 看你個人也挺斯文的 這些是一些很產生話題的 很好的方法 或者人家問你的問題 譬如你問人家問題 是不是經常去登山 如果人家回答你是或不是 你就很難延續下去 OK 你可以多問一些東西 原來你喜歡登山的 為什麼 為什麼 是一個open question open question 是很有助理去延續的話題 如果兩個人 無論是普通的朋友也好 或者是什麼關係也好 同事也好 OK 如果那個對答是很 yes or no 就是回答完的 其實是很難延續到的話題的 如果你多加一些 為什麼 譬如 why how 我見你有時候搭配衣服也搭得不錯 譬如有些 不是很熟 但是偶爾也會見到 我見你有時候搭配衣服也搭得不錯 可是其實你是怎麼搭配的 或者你在哪裡學回來的 這些是很有效延續的話題下去的 OK 但是你是不是想很多 不需要 你可能去問問 OK 有時候白答的東西就是什麼 有些人聽起來好像很白癡 但是很有效 例如 真的嗎 為什麼會這樣 怪不得 很白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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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句話 如果A話題和B話題 兩句完全沒有連接 那怎樣很smooth地連接下去呢 講開又講 話時話 是很有效的 OK 比如之前我自己看過一本書 有一個top sale 它是怎樣去引導 令到對方很想聽你說話 有時候無論做銷售也好 或者做男女相處也好 如果你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兩分鐘聽我說話 或者有些sales不是很流行的 不如阻礙你兩分鐘時間 就算他肯給你兩分鐘 他都覺得是在撕捨你 他不會很有心聽你說話 我看書有一個top sale 他會怎樣說話 當銷售保險才算 他跟一般的傳統印象 裡面的top sale完全相反 說話沒有什麼現成 沒有什麼起伏 沒有什麼上落 沒有什麼高低 抑揚 沒有什麼那些事情 一坐落 一般人們經常以為 sales 尤其是sales保險 不是說保險怎樣好 如果一開始跟你說什麼 你不要以為人人都需要買保險 其實真的未必每個人都需要 然後他扔到一個話題 跟這兩句其實是無緣無故的 表面好像有緣無故 其實是無緣無故的 說開又說 說開又說 我認識了一個女生 26歲 乳癌割了一邊 我的客人 28歲 查完之後 發現原來另一邊 就割了另一邊 很多sales去到這裡 就突然說 好運氣她買了保險 你這樣說就糟了 他就覺得 你說之前那些東西 是為了這句話 坐這麼大的雞棚 幸好他有買保險 他就答一句完全無尼拉威的 答一句什麼呢 你真是不要以為 每個人都買了保險 要另一陪 嗯 你是不是瞇一聲 你是不是 無論你 把人家說話都好 你很想聽 無論你信不信都好 你很想聽下去 OK 你真是不要以為 每個人都買了保險 為什麼有一陪 為什麼有些人 露得到 為什麼有些人露得到 為什麼有些人露得不到 為什麼有些人露得慢 為什麼有些人露得快 為什麼有些人 給保險公司 諸多流難 有些人露得很順滩 這件事 我自己做了保險幾年 我也有研究過 那個竅門在哪裡 他就停了 我們還是不要說這些 我們還是說 今天要說的 他是不是吊著你 嘩 你很想聽下去 於是他整個地方就是什麼 人家就買保險 我就買保險之外 我就賣了什麼 怎樣索償竅門 不過我不說 你就很想聽 你告訴我 你很想說 你告訴我 他很想聽下去 很想聽下去 那整個不自覺 整個對話的主導性 都是你帶著的 你做了妝 如果你是 給我5分鐘 給我10分鐘 我%給你聽 那些對方施寫給你 好 你就說 他真的拿個時間 他就好像在施寫你時間 喂 夠了我 你說的東西多精彩 他的東西可能收得三成 四成 他就是你講 是不是 這些是我們怎樣去引導 對方很想聽你說下去 其實呢 譬如人際關係 其實呢 Jojo你襯衣服也不錯 不過我想問一些東西 關於頭髮那方面 算了我還是不說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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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很想 其實是甚麼事 我在頭髮那方面 是不是說我有甚麼不妥 是不是 你是甚麼警察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問題 快點說 真的說嗎 對呀 快點說 搞錯呀 不說 不說 不過這樣我也趕著走 下次再說 Jojo你聯絡電話多少號 是不是 這裡已經可以戴著他 因為很多時候很有趣 有些男士會問 我拿了別人的電話 以為是成功的 我拿了別人的電話 可能那個派對裡的女生 今天給了十個電話 給了十個電話 給他不同的十個男生 如果你不能夠 又帶起他 對你很想渴望 聽你說下去 很渴望知道你多些東西 你只不過十個男生 其中一個而已 你再打電話給他 你哪個啊 哪個啊 蛤 哦 哪個啊 Sam Wong Sam Form 那裡都有三個 叫Sam給我電話 好吧 你只不過這麼多電話 你其中一個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如果你帶到他 咦 咦 你就是那個啊Sam 哦 他等你電話 等到 都睡不著了 你說那次那個什麼 我的頭髮是什麼 搞什麼 搞什麼 怎樣拔出來 其實這個是 令到對方留意的印象 是很重要的 真的 你可能說的話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但你要怎樣去 引到那個 對方的留意 甚至是 還想有效仗 好奇心啊 這件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啊 所以你這個怎樣去練呢 要練的 其實真的 我覺得要學的 香港女生要學的 因為 外國女生可以容易一點的 其實 香港女生 講我來說心我太大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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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自我防衛機實在太重了 我什麼都害怕 怕他先 什麼都覺得別人都會看我不起 看他很差 而且笑容 是很殺食的 有時候 譬如你去開某一間餐廳 你見到某個侍應 很漂亮 OK 你很想跟他聊多一點 或者你很想認識他 這樣 你零零射射有幾句 你覺得 你多一點笑容 或者你加 你加多一個 你加多一個 你平時一般人喊東西 會怎樣喊呢 火記 咖啡 三三字 三三字 有少許可以加上去 麻煩一個魔鬼凍咖啡 還有一個 鹹濕餐蛋紙 麻煩你 有些人覺得 如果他很嚴肅 不是你想認識的朋友 有些人已經想笑了 搞笑而已 搞笑而已 之後 有些人有名牌 你就稱呼名牌 你要開兩三次 人家已經記得你了 當然你第一次去茶餐廳問人 就好像網上說 說那個怎樣跟超級市場的過獸人 你不會第一次去茶餐廳 不會的 這些案子不值得去做 我不覺得的 其實你說同一件事 你說同一件事 你再去幾次 對你真的有些印象 你才可以說 第一次見到 我不建議太快 你的笑容 因為有時候很有趣 一般人去光顧 無論是光顧餐廳也好 光顧超級市場也好 那個樣子又怎樣 你有沒有發覺 一個月在搞喪事 好像小朋友 送飲品 送飲品 好像扶寧 那些人去超級市場買 黑馬大校的款 是啊 多少錢 多謝 78.2 如果要多加5元 就要排香港交 我給cash 一般是這樣的 如果你的笑容 你那個朝氣 你那個energy level 不用讓他高很多 比他高半格 你已經是殺死的了 所以我剛才也說 如何去做一個 就是一個好人 表面上 起碼你也要做一個好市政 甚至這件事 剛才Sam哥那些說的 不是說不合不合不合問題 普通人也要這樣 普通人也要這樣 普通人也是這樣 其實沒問題 已經是一個好市政的 你出去已經很殺死的 其實這類東西 兩個男同女都應用的 是的 你說那個黑暗暗對著我 那我財神也要走了 那我怎麼過來 你說這樣就可以了 你說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的人這麼冷漠 其實是 我覺得好像香港獨有 比較冷漠 因為我在外國見到很多 譬如坐巴士 真的見到 有個多漂亮的女生 就這樣上巴士 坐了一會 就跟旁邊說 早晨 我叫什麼什麼 你呢 然後他們就一起聊天 這樣 香港不是 香港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聊天會生寶寶 就是會縮了 有的 譬如我見到很多外國的人 來香港 可能坐船 因為可能是遊客 坐那些讀可少人 天經碼頭 一說話 那個男人說話不說 即是他們的身是很偏 說話不說 即是有些遊客 不是遊客 香港人 即是那些被搭散的香港人 可能他在說話 我身邊編了 你見到編 不是很想說的 當然那些知機的那些 就不說 不說 就繼續坐在那裡 那他們就會說 即是有一個評語 對香港的評語就是其實挺難的 這是我聽回來的 即是好像不太願意說 正常來說 譬如我 如果遊客回答我 我會問你去哪裡 你去幾天 你這裡想說什麼 我帶你介紹什麼 想吃什麼 我會說 你哪裡來 你也會說 會不會是一些語言障礙呢 這個會的 會的 但是問題是 有時候不用太誇張 不是真的需要這麼精準的字 的文章 就已經會明白了 其實 未必可以的 對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就可以了 這些是精準的英文 OK 是吧 甚至你可以問回他國家的風土人情 譬如我之前也試過在一些會展 有時候有些不同行業的展覽 交流展 來自不同國家 交流展 交流展 約了一個韓國人出來 其實他的 我當然不懂韓文 我只是說一句 OK 他就說一些不涵不淡的英文 我又說一些不涵不淡的英文 我又問韓國的東西 其實他告訴我 我也不知道 我就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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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朋友了 對 有時候你是開啟自己一點 這些方面 所以其實 搭散這件事 根本 其實 在香港 才很奇怪 為何我們要開一集節目 要說搭散 在外國沒有這件事 好像呼吸一樣 為何會講一集呼吸 因為香港人真的不懂呼吸 對 為何看得呼吸這件事是很刻意 就是剛才 好像我們在茶餐廳說的 脫耳機和不脫耳機 我個人在脫耳機 我脫口就說到搭散這件事 香港人覺得很不… 這個 香港人是… 為何香港人 要厚刻意地去 怎樣搭散 我怎麼說 其實真的 你想得這件事太嚴重 就做不到 根本是簡單一點 還有真的 說來說去 但女生都搭散方面 那個最重要 剛才我們也說過 那個… 那個自我防衛機制問題 想得太重了 想得譬如 所謂的Andy Slut Defense 是吧 那個… 女生很怕被人知道自己很便宜 我們先介紹一下 什麼叫ASD Andy Slut Defense 比較一樣就是 很怕被人知道自己 對異性特別有興趣 是 這個反而不是拍不拍拖 拍不拍拖也會這樣 例如 吃飯 女生吃飯 總是很多時候 女生扮熟女生 你作主 哈哈哈哈 但我覺得這個 Anti Slut Defense 這個詞 很奇怪 就是 中文我們直譯 就是反淫婦防衛 對 反淫婦防衛 反淫婦防衛 但好像沒有錯 我們要解釋一下 十三哥跟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反淫婦防衛 這個詞 這個詞 其實是女生自己給自己的 不是男人給他的 說來講 是女生自己心魔作術 其實再切細一點 我心魔作術 這個切到是關於兩性方面 甚至性方面 沒有的 其實沒有關係 譬如 女生一男一女 拍拖也好 泡友也好 喂 我想啊 一句其實沒問題 但女生當然要扭扭靈靈 你可不可以陪我一會兒 哈哈哈哈 可不可以什麼 陪我一會兒 陪我一會兒 女生總會講話 其實男生聰水就知道了 一些是難去一攔的 是啦 就是那些 唉 不要啦 就是要這樣的聲氣 那我就知道 不是的 其實 反過來走的 是的 越說越不好 就是叫做 怎樣說的 叫做 有些 就是越說不是的 越是那些 例如有些常見的 我有男朋友的 我不是那麼隨便的人 我不是那麼隨便的人 這些 是啊 其實你不用需要這樣難的 其實 你可以給一點點 不過 你說完一句 如果多數出來說 不過 看你做了多少 嗯 其實 就是這個 很多時候 女生會做了一件事 是 先說一句話的 就是剛才我講的 因為自己 自我防衛機是正成的 嗯 你都反過來走回去 做一個極端的方法 不過 有例外的 對 那你就給別人的位置 其實女生閘到這麼閘近 你不給一個空位 給你 去休息一下 男人是不能進來的 你不停地閘 不停地閘 拒絕當中 都要給他一些希望 除非你真拒絕 那就真的拒絕 但是如果你只不過想擺一個拒絕的姿態 其實你是對方的印象 你拒絕的時間 你都要給一點點 給一點點 有希望 正所謂孫子兵法裏面 叫為為 迷絲蜜舟 這麼深 我帶人扔書包 很高的書包 好像我們之前有幾集說 釣高離賣 很多人經常 聽這句說話 只是吸收到釣高這個動作 你想想釣高離賣 其實這句說話 短短四個字分兩部分 釣高是手段 離賣是目的 都要賣才行 OK 如果你純粹是吸收了釣高 你就釣到很高 我上次在外面講訓練 有個人告訴我 釣到這麼高 那這個燒鵝就很快變成蠟鴨 其實如果由燒鵝變成蠟鴨 是一個很辛酸 和很漫長的過程 但你會發現很多人釣著釣著釣著 就在自己不自覺經歷 這個很辛酸而漫長的過程 OK 中間你也要給一點點位置 對方碰一下 碰一下 你給到對方 有一點點 不是啊 我真的有些希望 他才會再串進去 OK 如果不是你不斷拒絕 你純粹希望 我釣高一點來考驗他 對方碰不到他 他就以為你對他沒有興趣 有些人會覺得 算了 自然而退也好 或者覺得算了 我尊重你 我不再繼續取下去了 他還以為這樣要尊重你 你就在埋怨 如果你真的對我有誠意 不會拒絕兩三次放棄 我認識一些女士朋友 她本身是桃花韻 或者是恩怨韻都往性 她反而跟傳統的女生是相反的 她也有篩選過程 她不是代表來者不拒 她也有篩選過程 但是她相反的意思就是 她不是說 拒絕你兩三次 看你繼續不繼續約我 她是甚麼呢 她是首兩三次 你約她 她是 那兩三次就不是拍拖那麼嚴重 純粹是朋友喝茶 很casual的交流 很casual的吃飯 她就用那兩三次來觀察你 OK 可以的 不行的 那第四次就再答應你出來 很簡單而已 不會死的 可以的就繼續接觸下去 接頭那三次 根本就是吃飯 我們剛才說過 吃飯就是吃飯 你想得這麼嚴重的 不是在那裡相體 不是在那裡互溝 不是在那裡 吃飯而已 約打球、踩單車都可以的 還有如果你 如果你頭那三次 頭那三次 都是Candle La Dinner 那就大劑了 因為大家很嚴肅 很沉悶 你想想Candle La Dinner是怎樣的 嘩嘩正正正 後面有一個人 很像小提琴 像個淑女一樣 不知道吃不吃東西好 不是 雖然Candle切了四份 這裡的魚子照片是很漂亮的 不如我們今晚試一下 好嗎 你覺得香港人是很虛偽的 香港人是很虛偽的 他們以為這樣就叫屬女 高高在上 以為這樣就叫上等人 其實可能心裡互相在 在那裡 你這個廢血 你怎麼知道 那些鞋子那麼痛 穿得我 魚子醬 有沒有羊腩布 他在想這些 他就說 今天的東西剛剛吃 然後還要走之後 去麥當勞吃得我飽才夠 二大分都會吃 其實他最想跟他講些什麼 三個六 五個二 五個二 對 喝 他最想跟你說這些 誰知道 說一說 其實你對於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品有什麼見解 大家都很拘謹 說這些 所以我建議有些男女 如果你去了三次兩次之後 如果你想突破那個門位 是怎樣的 他有些時候都會玩的 譬如一起去踩車 一起去烏普靈 一起去打泰拳 一起去放風箏 什麼都可以 一些時候都會玩的 還有有時候女士會欣賞 譬如我早兩個星期 我走過來講了 有一個某間大學的校外 進修課程 講一個兩性關係 講一個導師 我和我的朋友 阿Joe 做了幾天上來做過嘉賓 他叫我做嘉賓 去講第四課 就是最後那一課 我說有時候女士 一般男士 尤其是從小到大做乖乖仔 為什麼這一生人都溝不到女兒 為什麼 因為問題是他什麼都沒有內涵 不懂 因為 什麼叫乖仔 乖仔 在媽媽的心裏 不能突破 不會犯規 從規道舉 聽聽話話 為為樂樂 在媽媽心目中 這些孩子 是最受歡迎的 但是如果出來 成年人 在女性心目中 是最不受歡迎 裙腳仔 最不受歡迎 為什麼 女性 癡性會欣賞什麼呢 如果作為孩子 當然是乖仔 但是如果作為配偶 在原始社會裏面 是保護到我 是一個雄性的領袖 是一些可以超越界線 甚至不是去跟規矩 甚至是可以創造規矩 挑戰規矩 是創造規矩 看回一個電影裏面 大家學習吧 志明與春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沒有看 一定要看 男少看 女少看 春嬌與志明 就慢慢地 不過先講回志明與春嬌 講回本身 楊千華 她自己有男朋友 她有男朋友 就是黃德斌 你打下黃德斌才算 黃德斌 余文樂 就是志明 怎樣去突破了那個關係 其實初初出來唱K 認識了 約出來唱K 約出來唱K 都是普通朋友而已 OK 出去吃支煙 不如這樣 出去吃支煙 OK 去了另一個位置 都還未是住的 還未突破到那個 大家很隔膜 很拘近 普通朋友的階段 OK 直至什麼時候出現呢 直至什麼時候 有一個 控煙辦 即是你經常辦的那個控煙辦 誰做的 周凱剛做的 就說 先生 這裡不能吃煙的 OK 大家在這裡 扮日本人 不是香港人 聽完她說什麼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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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說完這些事情 然後被他識破了 原來你是香港人 余文樂 抓著楊千華的手 走走走走走走走 那種一起犯規 一起挑戰機制 一起挑戰故友 故友 道德加鎖 那個突破框框 那樣東西 就可以突破了人際關係 而且突然覺得 你挑戰 他其實不是做什麼大奸大惡事 他不是做什麼殺人放火 他只是輕輕帶你一起挑戰機制 那個刺激感 突然突破了火花 一起犯規 那是很開心 很好玩的 犯罪很開心 兩個在 你想一下 其實一般人 上班下班 每天上班下班 機器 很機器 很活天 從規道舉 不可以犯錯 突然有一個人 跟你很百厭一起犯規 這個是你們兩個 一起很close的個人經歷 我只有跟你 這個經歷 甚至是秘密 是秘密 一起創造一個共同秘密 一起創造一個共同挑戰規則的一些經歷 是外面找不到的 我們經常說 為什麼有兩個人 一對男女朋友朋友很久 到最後都是朋友 產生不了火花 頭三次無法蓋著火花 之後 你都很難蓋著火花 這些就是火花 有多少燃料 你蓋不著火花 都是浪費氣 這些就是火 chicker chicker 那樣東西很厲害 好 我們說說台灣 台灣那邊 認識女生很容易 很容易的 真的很簡單 因為會這樣計算 香港的男生 和台灣男生 是比較弱的 弱的意思是外表 是差一點的 事實上是奪一點的 我所謂的奪 他見面不多 很多都出不了國 那些人會說 台灣也有當兵 應該操得很大 其實不是 很多不願意當兵 強行被人拉進去 好像誓願 伏兵役 不肯的 所以其實你不要當兵 不是當大隻 出來都很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他會看香港的男生 頭腦轉數快 很緊要的 頭腦轉數快 說話好笑 因為他有一種好笑的東西 就是說 香港男生說普通話 是不太標準 他們就不停笑 我都被人笑 不少 你都被人笑 我覺得他很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 是不是真的好像那些鬼佬說廣東話 更像這樣 是的 各位斯文 講迷不在 還有 他講得到香港 因為他們是很留意香港的東西 是 原來我發覺出奇地多 台灣女生是特別留意香港的電視劇 一般的很多 他們甚至卡拉OK 是唱廣東話的 有一次很好笑的 有個台灣女生唱頭腰 又沒有表演警戒給我聽 我笑了 你唱什麼啊 我笑了 你唱什麼啊 你唱什麼啊 我不是謝金燕 他很好笑的 很純白的 他說 你教我怎麼唱啊 你教他 今天又開了一個話題 很主動 可以就這樣 和我去西文燈 給女生回答我一次 十八九歲 那小妹 現在還認識她 你你同學 跟我很多子討論 我過去也進入 但是後來沒有 一些什麼發展都不混合 但是他很擅長 先生 你是香港來的 剛才對亞美 其中什麼呢? 銷售東西 然後她說好東西 她說了半個小時 因為我身旁都沒有東西做 在外面當中 有美女為什麼不壞你呢? 為什麼不在呢? 銷售什麼呢? 銷售一支支台灣 自然銷售一大堆 四支賣港幣成舊水 那我就做了一集 就行了 我給你一個 Facebook你 那Adder真的有辦法談的 OK的 之後我問她 我問她 你為什麼買這些筆呢? 沒辦法了 賺錢沒辦法了 她也是一個銷售 問題是她是一個高招的銷售 她是一個厲害的銷售 她可以浪費很多錢來買 那就是整個筆 你賣到 很難有人銷售到我的東西 她是很少數來銷售到我的東西的人 當然 可能外表上 技巧上是高的 但是大膽才主動 因為很多女生不敢去 台灣 台灣會是 台灣女生是很容易的 就算是男生大膽 反過來說男女生 男生主動一點 女生 你知道香港人現在就得了 甚至乎最糞便的那招 不好意思 我的電話 我放在背包 我找不到 可不可以借你的電話 打給我 我打一打 讓我震一下 原來在那裡 你很厲害 我覺得這招挺好 很OK 很OK 我覺得不難 我覺得這招很可以 有幾難 我估計不到 我還沒想過 你先帶我參加 當然如果她 她經常看香港的廣告 那邊就有 或者她先打133 你借她的電話來打給自己 台灣也沒有那麼多 入一元的電話 也沒有 香港現在也少 香港也沒有 其實都要行動 所以台灣女生 台灣女生是大膽 但她不是太介紹別人 怎麼說她 這個是 率性一點 例如很簡單 靈衣著想 都真的開心 大膽很多 你見到現在 講遠一點的話題 就是台灣女生在網上拍賣 她自己買的內衣褲 是全部穿出來 自己自拍 然後放上網 如果在香港發生這件事 會得到什麼後果 被一些杜德塔女班攻擊 對 台灣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其實她是很爽朗 男人也很接受這件事 根本男人不覺得 你們是否覺得 是不會覺得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香港做這件事 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是覺得自己的心理關係 和自己的姊妹 自己的姊妹很重要 因為香港人太注重旁邊的人 說她如何 還有我也可以補充一點 如果是男人 男人就很少說女孩子 通常女生 通常哪有 是你自己說自己 承認著 或者是女生說你承認 通常女生說你承認 其實心裡都在羨慕你 你當是讚賞就可以了 我又問回 如果是男生想搭散女生 但是發現女生 其實有一群朋友在那裡 有難度 那怎麼辦呢 這個重點 男怎樣搭散女生 下一集再講